好 刚才第二句话解释一下 第一句话就断手句给了一个原因 为什么他们忽略了工人的生理和心理的状态 原来是追求产量最大化而成本最低化 给了一个原因 我们看段落内部逻辑的展开 无外乎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又为什么呢 或者是那会怎么样呢 有什么后果呢 有什么影响呢 就是前因后果来展开 第二句给了一个原因 那么下面第三句话 用的是结果来展开 那么结果会怎么样呢 忽略了工人的身心健康的原因 是产量最大化 然后成本最低 那么他追求产量最大化成本最低 会导致什么后果呢 什么影响呢 第三句话展开 第一句到第二句是为什么呢 第二句到第三句是那会怎么样呢 其后果就是 这个句子比较长 这个白颜色的可以看的是 就是句子的主干结构 中间有个and的连接 两个长长的切字短语 都是without来构成的切字短语并列 在其中做状语 这个it has expanded 这是句子整个的最主干核心的结构了 前面这it当然指的 modern industry当代的工业 modern industry 这个当代工业得到了扩张 结果怎么样呢 却没有 丝毫没有考虑到 这个操作机器的工人的本性 这是谈到第二句话的结果了 你追求了产量最大化 而成本要最低呢 就根本不管工人死活了 有这个意思 who and machines 是定义从去修饰前面那个human beings 然后and引出第二个病例的切字短语来 这个切字短语说 并且也丝毫没有考虑到 大家注意到 without any idea of 跟后面那个without giving any consideration to 意思其实是一样的 都是丝毫也没有想到 完全没有考虑到 这个give consideration to 这个搭配生死中讲过了 这明显是个同意的短语的替换 同一句话中用了不同结构 当含义是一样的 这是个替换 没有考虑到什么呢 to the effects 没有考虑到这个影响 这个ifact我们看到 不就是在第一句话中出现的那个influence吗 这又换了同一词了 所以在同一个道路中 用词不重复 什么影响呢 整个produce开始到剧末 后置定语 这是这个飞味动词的后置定语 来修饰前面那个ifact 被什么什么制造出来的影响 这是过去分子短语 一直到剧末 来修饰影响 那么是被制造出来的 对于什么的影响呢 后面借字on 我们刚才说了 ifact跟influence一样 对于什么什么的影响呢 后面借字叫on 或者叫upon 他没有说是什么 对于什么的影响 所以那个off没了 但是对什么的影响呢 对于这个个人还有对他们后代的影响 这个individual 当然不是指什么老板呢 或者董事会啊 什么董事会成员呢 但是工人呢 对工人以及他们工人后代的影响 这是被制造出来的 对于他们的影响 被谁制造出来的呢 这个by一直到剧末 又是一个后置定语 就是协体字呢 是修饰前面整个这个 ifact produce on the individuals and on their descendants 整个这个名字单语的 被谁制造出来呢 by the artificial mode of existence 被这种人为的生存模式 这个而制造出来的影响 这个是by嘛 是跟前面的这个produce嘛 能搭配到一块去了吗 被他制造出的影响 这个mode叫模式 这人为的生存模式 又是哪里来的呢 再加后置定语 impose by the factory 是过去分子短语的 后置定语修饰前面 那个人为的生存模式 被工厂强加给他们的人为的生存模式 这是一个复杂的修饰 整个produce构成的一个 非微动这个短语 后置定语修饰这个effect这个影响 然后呢by到剧末 又是做壮语来修饰这个produce 应该说 就是被什么什么 他来制造出来的这个影响 然后呢 后面的impose by factory 是工厂强加给他们的人为的生存模式 是一环一环一环 这样的修饰关系 该怎么翻译 咱们一会通过这个句子讲完之后 整个咱们看中文该怎么去翻译通水 那么前面那个it has expanded 这个it 当然指的是在第二句话中的modern industry 我们说的就是当代工业了 当代工业已经得到了扩张或者拓展 这里用的是动词expand expand用的特别多 它的意思表示to become larger in size number or amount 就在数量或者是这个这个这个尺寸体积方面 再变大就expand 就扩张或者拓展 这个一般当挤物动词用比较多 本文中呢 这个是不挤物 我们用挤物也行 加不加密语都可以 它的反应词就是收缩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contract contract 收缩 同样的这个挤物不挤物都行 我们看看expand的几个例子 比如expand business 这叫拓展业务 business表示业务生意 可以当不可数名词来用 expand one's chest 这是这个不能翻译出龙胸了 不是让把自己胸部变大 这个翻译成扩胸运动 把胸部伸展一下 那并不是龙胸 我在新东方里算年纪比较大的老师 他们都管我叫龙哥 原来叫龙胸 后来觉得龙胸不好听 就叫龙哥 这个我们是这个 但是expand one's chest 不能翻译着龙胸 就是扩胸运动 这么一个 还有呢 the eagle expanded its wings 熊鹰怎么样 张开了双翼 也是把这扩展开 这个尺寸或者是数量变大 扩展开 熊鹰张开双翼 可以这么说 它的一个类似词会叫stretch 这个词特别好记 它的发音特别像中文 撑拉拽 那个拽那个词 就是伸展开 撑拉开 瞪开 拽开 延展开 这个含义 跟expand有点类似的地方 我们大声来对下 stretch stretch 你就记成那个拽就行了 对吧 撑拉开 这个伸展开 就stretch 咱们看一下例子 the forest stressed all the way to the horizon 这片森林 stretch延伸了 一直延伸到了地平线 horizon是地平线 all the way 咱们以前说过就一直了 一直延伸到地平线 下面这个 he yawned and stretched 他打了个哈欠 伸了个懒腰 打哈欠 you want stretch 伸来 要把身体拉伸开了吗 对吧 跟这个expand有点意趣同工之妙 我们通过例子 可以进一步把这个词呢 同时记住 好 我们再看一个 咱们跟stretch相关的一个短语 叫stretch one's legs 这个一般不翻译成 蹬了腿的词了 什么意思呢 表示坐得太久 出去走一走 这是咱们三侧讲过的 一个重点搭配 叫stretch one's legs 坐得太久了 这个腿呀 有点皱巴了 走走着去走一走 舒活舒活 舒活筋骨 这么一个含义 这个我们在三侧的44个见过 咱们复习一下 三侧44个 you can stretch your legs on the spacious decks 你可以在宽车的甲板上 舒活 舒活筋骨 这是坐船的好处 在船舱坐得久了 可以出去走一走 好 跟它类似的 还有动词 dilate 这个词一般都强调 使膨胀 尤其使直径变大 一个圆形的东西 直径变大 使膨胀起来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dilate dilate 使直径变大一些 你比如说 dilated pupils 这并不是小学生 膨胀起来了 这个dilated 就是膨胀之后的 这是过去分子 当形容词了 pupil可以表示 人的瞳孔 瞳人 眼睛里的瞳孔 放大了的瞳孔 瞳孔再放大 这是直径变大 再比如说 the medicine will dilate blood vessels 这种药有扩张血管的这个作用 这个dilate 是直径变大 blood vessels 就什么时候血管 使膨胀 直径变大 还有类似的叫inflate 也是表示是膨胀 但这个一般强大 pupupup 往里打气 充气时膨胀起来 我们再读一下 inflate inflate 充气时膨胀 比如说 he used a bicycle pump to inflate the ball 他用那个自行车打气筒 给这个球打气 充气时膨胀 对吧 名词inflation 既可以表示充气时膨胀 也可以指通货膨胀 就是金钱贬值物价飞涨 也能用它 好 那么跟它类似的 还有一个把物体放大 就是看上去让它大一些 但物体本身没有变 通过光学仪器把它放大 我们再读一下 magnify magnify 我们未来会说 magn 四个字母放在一块 就表示grade 大的意思 fy这四根表示十 十变大一些 所以放大 但本身没有变 看上去大了一些 你比如说 this microscope will magnify objects up to 100 times 这个显微镜 microscope 将把物体的最高 放大到100倍 up to 的上限 这个极限值 是多少 那么同样的 magnifying glass 就是咱们常说的 放大镜 这是 magnifying 分词 当形容词来用 那么还有一个 也是放大 但是不是使 看上去大 这一般呢 是这个 使声音呢 或者电流啊 信号啊 放大一些 我们用这个词 你看也是fy结尾的 我们大声来一遍 amplify amplify 这个一般使 声音呢 或使电流信号 变大一些 比如说 the sound is amplified 这个声音被放大了 就是我们这个声音 听起来会变大一些 the signals are amplified 这些信号被放大了 它不是看上去大一些 而声音或电流信号放大 amplifier就可以表示 扩音器 咱们的扬声器 也可以看 我们大声分别 把动词名词都变 amplify amplifier 好了 这个可以把它投射几种 好 再回到剧中 它说当代工业已经得到了扩张 怎么样呢 without any idea of the true nature of human beings 却丝毫没有考虑到呢 这些人的真正的本性 丝毫没有考虑到 without any idea of 其实也可以把它换成 without giving any consideration to the true nature of human beings 有没有讲过 give consideration to 也是考虑 咱们自己也会替换 有没有生死中讲过 give consideration to 这个搭配吗 你看作者下面 也是这么替换的 你看在第五行 就是我们刚才说了 在课文的第五行 开头一模一样的 without giving any consideration to 这明显是个替换 其实在这儿 是借词端一当状语 完全忽略了 根本没有想到 不就完全忽略了吗 完全忽略了 咱们以后分词 totally neglecting the true nature of human beings 这个也行吗 因为完全没有考虑到 不就是完全忽略了吗 不就行了吗 这个用neglect在这儿 当一个状语来用也行 非非动次当状语 neglect这个词 你发现在断手句出现了 就是第一句话 在第二行里是出现了 neglected被忽略了 我们看到整个的扩展剧 围绕着断手句来说 很多表达势必会类似 但是用词是不重复的 好 那么完全忽略了什么呢 这个人的本性 什么人的真正本性呢 who run the machines 这个run并不是跑步了 是操作了 操作这些机器的人的本性 就是工人的本性了 其实就相当于主题句 刚才断手句出现说的 根本没有考虑到工人的 这个生理的和心理的状态 或者我们干脆说工人的身心健康 身心健康一个叫physical and spiritual well-being 身心健康 这个physical身体上的 spiritual在精神方面的 well-being当不可处名是健康幸福的状态 没有考虑到他们的身心健康 后面还有进一步说 并且还没有考虑到什么呢 and without giving any consideration to the effects produced on the individual and on their descendants 也没有完全考虑到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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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制造在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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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制造出来的 对于工人 以及工人之后代的这个影响 without any consideration to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without any idea 这是一个明显的替换 give consideration to 我们生死中讲过 叫做考虑什么什么东西 它比这个动词consider 又更为正式一些 好几个搭配都是give加名词 再加介词 你看特别类似 比如说 give thought to 跟give consideration to 可以看到同一词 都是考虑的意思 后面 consideration跟thought是同一词 都加to 再比如说 give rise to 也是give 后面加名词加介词to 这一般反正导致 或者是产生 这个to 依然是介词 在新概念三册第四课 咱们讲过这个 give加名词 在to的它搭配 导致 比如说 this can give rise to curious situations 这会导致一些奇怪的现象 正如在 阿尔弗里德布鲁克斯 他是阿尔斯密尔公司 工作的一名垃圾控 身上发生的情况那样 give rise to 是导致 还有呢 give birth to 表示生孩子 she gave birth to twins 他生了个双胞胎 生孩子也是give 加名词加to 还有give way to 表示取代 被什么什么所代替 取代了 被什么什么代替 你比如说 steam trains give way to electric trains 就是蒸汽火车 被电力火车代替了 现在很少烧中气机了 对吧 被什么代替 取代 被什么什么所取代 被什么什么所代替 三册的39课 咱们也见过这个句子 what relief it was when the borders suddenly disappeared giving way to to a stretch of plane where the only obstacles where the only obstacles were climbs and bushes 当这个大原石突然间消失了 然后呢 被一大片平原所取代 而平原上唯一的障碍物 就是一串一串的灌目的时候 我们这是长输了一口气 就不那么揪心了 这个give way to 叫被什么什么所代替 顺便可以记住 还有一个叫give credit to 你看好多 give加名字叫to give credit to 一般翻译成给某人收账 就是把信任给你了吗 你可以先走 你过两天再把钱还过 给某人收账的意思 the shop gives credit to its customers 这个商店可以给他的顾客来收账 你把东西先拿走 改日再来交钱 也行 把信任给你了 这几个give加名字叫to 大肥可以同时记住 百分钟说呢 丝毫没有考虑什么呢 the effects 就是影响 这个我们说effect 就是在第一行中间的influence 这是同一次题换 都是影响 什么影响呢 produce 被制造出来的 那制造到了什么人身身的影响呢 我们家借词on 我们说on和upon 都是固定跟影响 像effect influence这种词搭配的 对于某人的影响 对于什么 the individuals 当然指工人了 and on the descendants 这个on跟前面on并列 并且还有对于工人的 此次后代的影响 对于他们的 那被谁制造出来的呢 who by the artificial mode by the artificial mode 这个by是跟前面那个动词produce 搭配的 被他制造出来的 那么artificial是认为的 这个mode翻译成模式 它表示模式 是一个比较正式的书面 相当于particular way or manner 某种特殊的方式 或者模式 我们大声多下 mode mode 你比如说mode of life 生活模式 mode of existence 本分钟 生存模式 mode of thought 思维模式 等等 具体某个模式 再比如说 set the monitor to 256 color mode 把监视器 或者显示器 调节成256色 这种模式 这个mod mode 是模式的意思 好 那么这些人为的 生存模式 是怎么来的呢 再看后面说 imposed by factory 就是被工厂强加 给他们的人为的生活模式 所制造出来的 对于工人 以及他们后代的 这些影响 完全被忽略了 这个说得太费劲了 这复杂的定语 咱们一般可以 不按定语来翻译 咱们中文用主动结构翻译好了 背什么什么的 背什么什么的 中文用主动翻译就好了 按照中文的比较习惯 是不是可以翻译 语需调整一下 工厂 把一种人为的生存模式 强加给工人 其其后代 却没有考虑到 这些生存模式 对工人和他们的 后代的影响 完全被忽略了 到此为止 作者描述了 工厂中的情况 是如是 断手句 涵盖说一个大意 然后第二句话 给了原因 第三句话 给了一个详细的 具体的后果 到此为止 工厂中情况讲完了 那更大规模中 城市又如何呢 工厂其实就是 一个城市的缩影 那文中叫当代城市吗 重点 从第四句话开始 要开始讲 当代的城市的情况 我们把工厂的情况 前三句话 先看到这里 我给了一个城市的情况 是一种情况 这种情况